而是要改善官兵的生活 姚建文报导 示范的88B型坦克属于解放军自行研制的第二代战车 不是坦克部队里面最广泛使用的战车 官兵又示范如何驾驶坦克 在战场上灵活转向 同用炮台瞄准目标 部队指挥官强调 中国近年增加军费 只是想改善官兵的生活 引入引进更先进的科技 提高作战能力 组建我们自己的信息网络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有助于我们开展 网上练兵和自动化指挥 解放军过去较少邀请境外传媒参观演习 不过近期先后邀请外国驻京记者 和港澳记者参观训练 希望一改过去被人封闭的感觉 亚洲电视记者姚建文报导 未路首都里马的士 before more than 50 workers gathered they faced off with staff of the fold and subcontractor who arrived for talks accompanied by security guards the disgruntled workers claim they're owed six months of pay but the subcontractor disagrees after yesterday's violence both uniformed and plain clothed police were on hand to prevent emotions from getting out of hand but it was still a difficult time for some as they filled out forms detailing working hour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 dispute is over how many hours the workers have put in at the construction site the main contractor Shoyan says once this information is processed they will 半个钟头 有鸡蛋这么大粒 造成15人死亡 多人受伤 陆控交通服务 和电力通讯都一度中断 大批公共设施 一个加油站 和部分民房倒塌 在湖南湖北亦都有大风雨 其中湖北部分的乡镇受到龙卷风吹习 有50多间房屋 James Lagilia reports The sanctions involve three cases of sales of advanced conventional arms and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eapons components to Iran The sales allegedly occurred between September 2000 and October 2001 and violated the US-Iran-Iraq Nonproliferation Act of 1992 The act mandates sanctions against companies or governments that make sales that could materially contribute to either Iran or Iraq's acquiring chemical biological, nuclear, or destabilizing numbers and types of advanced conventional weapons The act hold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not do business with the sanctioned person or entity for a period of two years The new sanctions are the fifth set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 in 19 months In the past, such penalties have failed to persuade Beijing to crack down hard enough on what Washington considers dangerous technology transfers Some argue whether the latest round of sanctions will be any more effective James Lagilia, TVB News 推出的出国休学游线路格外受到欢迎 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就是那个以英语为母语的这样的国家 然后能够在当地这个人家呢 这些被扩准营业的网吧经营者在规范经营承诺书上郑重承诺 严格遵守北京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管理规定 不向未成年人开放 不经营非网络游戏和含有色情、赌博、暴力、迷信等不健康内容的电脑游戏 同时这些网吧建立健全了场地巡查等安全制度 配备了完善的消防设施 并在晚上12点至清晨8点间停止营业 除此之外公安部门还向合法网吧颁发了安全审核意见书 今后没有意见书的网吧将一律视为非法经营 厦门三家拍卖行今天联合宣布厦门远华国际大厦将于明天进行公开拍卖 远华国际大厦是远远华集团的一座主要建筑 随着远华特大走私案的审理工作基本结束 有关方面决定将远华国际大厦等远远华集团的主要物业公开拍卖 拍卖所得全部上缴国库 本次拍卖的起拍价为1亿6800万元人民币 远华国际大厦位于厦门市的黄金地段由两座塔楼组成 总建筑面积达75800平方米 7月17号为期一周的暑期免费音乐会系列活动 在北京保丽剧院拉开了帷幕 许多国内外优秀的音乐家都参与到此次活动中 著名钢琴家杜泰航为本届暑期免费音乐周献上了首场演出 杜泰航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在国内 除杜泰航外 加拿大钢琴家罗伯特·肯尼格 美国钢琴家艾纳特·法布利康特和中国青年小提琴家李传韵 谢南等都将在本届免费音乐周上献议 中央台记者报道 2002年德土安国际民间艺术节日前在摩洛哥海滨城市德土安举行 中国艺术家的精彩演出受到了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 2002年德土安国际民间艺术节 汇集了来自中国法国 英国 瑞士 加拿大等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 连日来 首次参加德土安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中国艺术团 在艺术节上引起轰动 中国的民族音乐 舞蹈 杂技等节目 让摩洛哥观众感到惊奇 人们一次次为中国民族艺术的独特神韵所陶醉 中国艺术家为我们非洲人民带来了你们国家最美的艺术 他让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天的 香港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世香港书展 17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 虽然目前香港经济不太景气 但并没有影响香港人买书的热情 在书展开幕前就有大批的市民在会展门外等候 而这位中学生更是一次花了6000多港币买了180本小说 本次书展有约250多家书商参展 其中包括近30家内地出版社 大多数出版商认为 经济不景气影响 在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中 有一只被熊猫妈妈心心守护着不愿与世人见面 而另外一只因熊猫妈妈无力抚养被送进了鱼莹箱 人们只能隔着玻璃看到鱼莹箱里的小家伙 被毛巾覆盖着的情景 小家伙不久便开始调皮起来 自己挣脱了毛巾被钻了出来 这个小家伙出生时只有118克 但还算先天发育良好 只是要长成人们心目中那种憨态可居的大熊猫 至少要等到它安全过了半岁之后 而另外一只小家伙可就要比这只幸运多了 它会一直待在妈妈的怀里 直到能够自己下地 据重庆动物园熊猫馆的工作人员介绍 成功产下双猫胎幼崽的大熊猫妈妈新兴已经20岁了 这次是第9次生育 它总共生育了11只幼崽存活7只 由于刚刚生产后的大熊猫妈妈身体虚弱 因此人们只能通过监视仪 模模糊糊看见它产后的样子 据了解 目前重庆动物园共有4只大熊猫 如果这次出生的一对双猫胎能够存活 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数量将增至6只 重庆台记者报道 连日的高温使动物园的一些寒带动物酷暑难耐 于是动物园的饲养专家们想出了各种办法 来帮助这些珍稀动物防暑降温 在北京动物园里最怕热的要属北极熊 动物园给北极熊社加装了三台大功率空调 另外针对降温后 北极熊不愿意外出锻炼或用餐的问题 饲养员又采用土办法 把鲜肉水果加水后制成肉冻果冻 北极熊棕熊抱着特制的冰冻心境也就自然凉了 换像一些这个像像鸡翅猴啊 包括黑猩猩啊 包括这个像暴房这块啊 就是采取这个喷林这块这些作用 而根据这个不同种类的动物 根据它不同的需求 就采取不同的办法 这样呢就是能保证它安全的度过这个属性 目前在北京动物园生活的四百多种动物中 有近百种动物属寒带袭性 动物园除了采取室外加装凉棚 室内加装空调 电扇冷冻冰块等降温方法 还购买了大量的新鲜水果定时投放 接下来请看国际时讯 当地时间昨天下午 以色列一辆公共汽车 遭到巴勒斯坦武装分子的袭击 这是上个月以军近战西岸七个巴控城市以来 以色列遭受的最为严重的一场袭击 现在一种真正的声音武器已经成为现实 伍迪诺里斯利用超声波